第一个阶段就是把Eclipse跟Python做串接了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这么麻烦,为什么 像在 Excel里面的话,它非常方便,打开开发人,这边就有了,就可以开始写程式 可是为什么在Python里面不是这样呢?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因为 Excel是商用的 那Python它是属于自由软体,自由软体的话有个缺点 就是你没有付任何费用,所以它也没有,理论上没有需要帮你做这么多的service 所以理论上这个懒人包也是我帮各位做一些service,或者的话还有更多东西要讲 那更麻烦,所以我干脆就先帮大家怎么样,先把它整理成懒人包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好这个之后的话,那接下来的话要怎么样 撰写程式 OK 程式怎么样可以把它打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并且可以 做执行的动作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已经 把环境弄好,ready了 再来的话,建立的方法,我刚刚讲 E到档案的这个file New 新增嘛 新增什么,特别是 这样如果你要写 Python的话,大概记得 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要建立的话 第一个 最外层一定是专案 那里面的话就是模组 模组 那不就跟那个 在Excel里面 蛮像的 Excel VBA 它也是专案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project 那里面的话是模组 所以理论上专案 模组 所以基本上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E 新增 记得不要选错 因为它 这个有点,刚刚我们那个 Python是另外外挂 所以你要选other 哪一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py div py div里面的记得 找到专案,所以 py div里面专案 OK,所以第一步 先建专案 之后的话呢 就是建module 所以将来呢 会用到的就是py div里面的两个东西 专案 跟module OK,那其他的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OK,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OK 这东西太多了 因为我刚刚讲过 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打开来专案这么多 因为 Equivet这个环境 不是只能开发 Python 他可以开发非常非常多语言 像里面基本就有java 如果你要拿他去写c c++ 或者其他php 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步 你有一个专案 然后选 Py div的project Next 接下来的话他还问你几个问题 OK 但如果你这边有填空题 你去不要填对了 如果你担心填错的话 这边其实我截图 这边有 所以你在云端上面这边 1234 OK 不要选错了 那我只要选1 专案的名称先打个test 也许我先 你自己打一个名称 如果 不知道打什么 打个test 这个第1个 第2个的话 他问你说你的那个 若选你的版本要哪一个 3.7 最新的 我们用3.74 所以3.7 然后再来的话 1 2 3 记得 这边 选第2个 Create一个src 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资料夹 Furder 也就是将来我的模组都放在这里就好 最后按Finish 所以 123 按Finish 所以Create一个src的Furder 按Finish 好这个时候的话 他问你这个 所以问你说他要不要开启预设的 所以 反正就选No OK 接下来的话 你想有什么改变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 Test 专案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呢 专案呢 他的 图示上面有个小P 有没有 不过很小 P意思是专案 点 箭头点开来 Src Src 就我刚刚create一个src 意思是说 我在这个专案里面他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src的资料夹 你想说这个资料夹要做什么 实际上将来我们要 撰写程式都放在这个src src实际上应该是sauce的缩写 sauce程式 的资料 意思是说我们都放在这 接下来第 第一步 先建专案 第二步建什么 在这个src里面按右键 new什么 new 再来other 我刚刚讲 就不用再建他的专案 建什么 记得 建这个module 所以以后 反正 我们建好了专案 底下有个src 那我就直接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按 下一步 然后他问你几个问题 他说 那你的package 我们就这个空白 他的那个名称的话 我的module名称叫什么 如果你现在还是不知道 我们干脆也先打一个test 就是建一个 test专案里面有个test的module OK 按finish finish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他会跳这个画面 你按cancer就可以了 cancer 这个cancer掉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边撰写程式 你可以发现 这边就是test.py python的档案就在这里 OK 那这个其实跟 这个Excel 的VBA有什么差 其实就类似像这个module 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 在这上面简单写一些程式吧 我们写最简单的 a 这个变数 他预设是等于3 好了 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变数叫a 把3这个数字 放到里面去 Enter一下 b 等于 5 意思说把 b这个变数放个5的数字进去 Enter 再建一个sum 等于什么 a 加 b OK OK 他有时候会提示 OK OK 请你把这个sum里面的词 把它 输出的话 你就打一个print 打一个p就可以了 然后底下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把sum这个变数里面的词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好 那这个结果 这个可以吧 其实程式起来 我们先写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式 我们建了三个变数 a b sum 然后最后把这个sum给print出来 那如果你要执行它的话呢 很简单 上面有一个执行 runs 有没有 有点像这个 其实跟VPA那个蛮像的 一个这个执行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执行 runs 这个直接点这个 按OK 然后他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save 按OK 把它save一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假设吧 如果run成功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是多少 8 为什么是8 a 加 b 有没有 等于是3加上5 加完之后的结果放到上 再把这个8的结果把它print出来 就完成了一整个流程 这个是一个简单测试的程式 请各位呢 试试看 我把重点 回顾一下 如果你实在一下记不记得起来的话 你可以从云端上面新增 Other 然后选这个 PiDIV的project 然后给一个名称 我刚刚是test 然后 然后 3.7 这个要选 OK 然后 再来的话直接在 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 这个 Pi的module OK 然后把这个程式给写上去 好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如果run 成功 那恭喜你 这个时候你的 Python 也就可以执行了 也就是你已经可以在 在Ecalybis里面 开始可以写点东西 那之后的话 我们 只要要 写新的程式的话 你只要按右键 在src上按右键 New module 那再写程式 存档执行就可以了 OK 以后的步骤大概就这样 所以其实 今天我想 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把这个环境建置起来 那后面的话呢 就陆陆续续把程式写上去 就可以 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些熟练 那建议 回去的话 如果 今天 这个run完之后 回去最好 也可以找 自己的电脑 或者找个电脑 重新再做过一遍 把 这种 懒人包的使用方法 把它做熟 其实应该就OK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